感觉好久没吃过煎蛋了 今天早上吃点吧 还有我们那天买的馒头 扎个煎蛋吃 好久没做饭了 你说鸡蛋胖牛快开过来了 胖牛开什么 鸡蛋 鸡蛋 你马上过来了 生蛋不能吃 你不能吃油主要是 我试试看能不能有给你 不放油煎个鸡蛋 反正这个是不斩锅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高干货拿去啊 有火 起来有火 上次听一个阿姨说里面倒点盐 油就不会再蘸了 撒点盐 还是剪 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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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好这个是不粘锅 往往第1个鸡蛋都会煎失败的 第2个才会非常成功 这是我一般煎鸡蛋都是这样的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鞭炒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鞭炒 咋样这技术 看着技术 看着技术 哦 哦 哦 油撒到胳膊 我天哪 煎了4个鸡蛋 只有一个成形状了 其他都不成形状 我在热点纯牛奶里面加点糖 早餐就这样了 但是鸡蛋吗 这玩意怎么做都能吃 加点酱 然后再加个鸡蛋 我去 就这儿吧 庆祝今天 车早点修 还没修 阿妞 这个你能喝呀 问一下吧 这个牛奶你不能喝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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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螺丝型号你们那有吗 可以拆一些旧的是吗 哦那行 那现在就说你们现在过来大概费用是多少钱 23公里 就是距离亚 那个芒岗线只有20公里 哦对 20公里就在检查线往前 走个有个 两三公里左右 哦 你看一下把位置发给你 你看一下 螺丝是40块钱一根 然后 然后就去费是400块钱 40块 40一个 这个螺丝这么贵吗 大哥 我们进一家的时候 30块钱一根 那个一套 螺丝加螺母 螺丝加螺母 40块一根 对 然后你们 你们出来是多少钱 400块钱 40块钱 21公里 我看 21公里左右 那这样行不行 500块钱你 500吧 500吧大哥 出个500 你过来 行吧 少个60块钱 最早这样子 550块钱 我都没跟一下 6700块钱 哎呀 大哥500吧 500吧 赶紧过来吧 500行吧 大哥500行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啊 550 对 大哥 就是那个螺丝是断在里面的 你们是用怎么的 就是那个电焊焊住 焊一个螺丝给它拧出来 还是怎么弄 500吧 赶紧过来吧 大哥行了行了 500 啊 来不了 知道吗 本来我没这一段 我没一段要加 我一家个700800多万 然后我就可以刷个100200 我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我原来是施在家 我又没什么 我说打个500就行了 你看 在外面都不容易 我知道都不容易 是在那窗户了 所以说我原来是 施在家 如果说我没想到 行走实际 我就拆个旧车的 螺丝下来给你装上 你不得我第一次 赶紧过来 就是完了 你掺好小布给装好 是吧 我肯定要给你弄好 行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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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装好 行吧 那螺丝拿好 螺丝拿好 对 大哥你型号 一定要拿对 因为我们昨天去过 那个县城 去也是一家修理店 他说没有这个型号 你知道这个型号吧 行行行 那你过来吧大哥 行 我跟他过来 行行行 好 好了 该了吗 如果我给你开发 去年纪